哈囉,我們是發卡喬委會的青年文化志工 今天我們有40位到40位有25位的學生 還有15位的家長來這邊幫忙玫瑰花車 那今天我們的工作有分成兩組 第一組的小朋友跟我們的同學是家長主要負責花材的準備 因為我們現在要幫每一個花材的花管上面裝上新鮮的水 然後要把這些管子洗乾淨 讓這些花朵能夠維持一個禮拜以上的壽命 等到花車最後兩天的時候插到鮮花上面做布置的時候 這些花朵就能夠開得很漂亮 可以維持到下禮拜,還非常的新鮮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們25位的學生 這邊有大概20位,我們裡面還有5位學生在做花朵的準備 學生有來自洛杉磯,大部分洛杉磯的學生 也有舊金山來的Fasca學生 還有呈現Orange County 甚至包含聖地牙哥的家長跟學員 那我們很高興就因為這個華航花車的 的布置的準備工作 我們可以邀請就是不同地方的Fasca的小朋友 一起來幫忙這個有台灣特色的花車遊行的準備工作 好,我是林芳成 然後今天我們過來是幫忙坐花車 然後我們現在幫忙的是要每個綠色的小罐子把水裝滿 然後裝滿的時候把蓋子蓋上去然後放在一個盤上面 然後等一下會把花放在裡面 我的小花會是放在花車上 我的名字是Ivan 然後我現在十一年輕 然後這是我第二年來這裡 第一次來的時候很好玩 然後真的,我越來越到了好人 然後看那麼多花很漂亮然後很好做 我是聖地牙哥的橋路諮詢委員 先加速 今天我們一大早我們全家就從聖地牙哥出發 大概六點多一點就出發了 趕到這邊正好八點半 然後我覺得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一方面Fasca可以訓練小朋友 這個teamwork 然後呢,而且又順便介紹我們台灣有關的文化 然後更難的是我們全家能夠有機會一起 來嘗試異工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這個價值裡面一個highlight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經驗